最近这两个月最火红的科技话题 就是Chap GPT聊天机器人 它跟Google不一样的地方在于 以前我们Key一个关键字 Google会回答我们一连串的回答 然后我们自己在当中学我们要的东西 但是Chap GPT概念呢 其实你只要问一个问题 它可能可以把所有包套措施 完整出来一个答案给您 所以Chap GPT的横空问世 也让这些搜寻引擎的霸主非常非常紧张 那到底它对于整体的这个电子产业来讲 我们要请停号帮我们解读一下 Chap GPT的爆红到底是一个蓝海新商机 还是泡沫危机 我们简单来讲Chap GPT 它更像是一种生成式AI 也就是它可以尽可能的 依照自己所寻找到的资讯 回答用口语化的方式 来进行回应 那不像Google Google就是给你很明显的搜索列 人家写的部落客怎么样 来进行列出 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观察到 随着Chap GPT的使用人数越多 就代表着它这个生成化 这种回答流利的方式 会来得更为显著 其实你会发现 用英文 我自己用英文发现 它回答的比较流利 用中文反而会有一些翻译上的问题 那你可以观察到 因为Chap GPT 它仅仅只花了两个月 就已经达到一亿的用户 这说明现在有大量的这种生成式内容 正在帮助Chap GPT来进行学习 这是第一点 那你看到其他的这些软体 你像是年轻人最喜欢用的抖音 花了9个月 IG花了30个月 Spotify花了55个月 Uber花了70个月 Google翻译都花了78个月 所以可以肯定的一件事情是 它目前是市场上非常聚焦 不管是资产上的炒作 还是我们所看到使用者频率都在大幅的提升 那就难免会让我们关注第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如果是从投资的眼光来看的话 短期内有没有股价过高 有泡沫的疑虑存在 毕竟按照过去的经验 泡沫虽然可能存在 但不代表它不是趋势 就好像2000年网络泡沫破裂之后 网络还是趋势 所以有趋势的东西也可能会有泡沫 我们观察的是 如果这个泡沫幅度太大 就不值得我们现在来进行介入 但是我们可以中长期的看待它的发展 等待它均值回归的时候 再来做股价的不见 那我们先观察过去历史上的泡沫特征 主要有五点 第一点叫做变革驱动 也就是它有没有创造一个跨世代性的产品 或者一个金融的衍生性商品 包括过去几次经验 基本上不管是南海房地产泡沫 还是墨西哥的披索危机 或者亚洲金融危机 都是不管是在房市 或者是在各项金融资产当中的变革驱动 那AI有没有变革驱动 有啊 它会大力的改变未来的劳动力市场变化 那第二点有没有巨幅波动和成交大增 答案都是有的 这从股价层面 就不用特别说明了 那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供给敏感问题 什么意思 一旦供给敏感大幅提升 就代表着离泡沫越来越接近 什么叫供给敏感 简单来讲就是 如果有越来越多人 都在切入这项软体的时候 这个时候它就会逼零到泡沫破灭的边缘 越来越多人来做这个产业 没错 那你看到不止实践的GPT Google也及时推出自己的BUD 结果禅不忍睹嘛 那百度也要在3月推出它的文心意言 甚至有很多中国的AI聊天机器人 它已经开始进行推出了 那我们过去说 为什么供给敏感特别重要 观众你想想看 过去的元宇宙泡沫它是如何破灭的 过去的NFT泡沫是怎么破灭的 只有比特币的时候 比特币会涨 是真的 它毕竟只有它的稀缺性存在 但是一堆加密货币产生的时候 它离泡沫破灭就不远了 一张NFT 有小玉姐的logo NFT很值钱 那小玉姐如果拍了1万张 那就不一定了 价格可能就会受到供给敏感了 物以稀为贵 所以供给大增的时候 往往就伴随着泡沫破灭 那现在有没有大量的 这种AI的投入开始发酵呢 短期内是有的 所以反而要担心一下 那我们就去看网路泡沫 美国房地产 或者虚拟货币泡沫 它都有符合这几项的特征 所以我觉得最终一点 当泡沫破灭的时候 它不会有征兆 所以大家反而要小心 目前不值得大家 在如此价格攀高的时候 来进行介入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来观察 它中长期的优势和缺点 会如何改进 那中长期我们才可以了解到 它的发展方向 首先是AI的概况 年复合成长率是43.8% 19年市值是10.8亿美元 那现在市值还在不断提升当中 尤其如果我们观看 下一页劳动力市场的变化 会更为显著 因为目前美国大概有45.9%的市占率 这为什么美国市占率这么高 因为基本上东亚系统当中 很多厂商也有AI专利技术 那主要还是你AI它的目的是要取代劳动力 那我们都很清楚 美国市业率要3.4嘛 极度缺工嘛 极度缺工你就必须要有更多 取代劳动力的计划 所以你看你像现在台湾的 不管是肯德基 麦当劳 不是你现在点餐 基本上都是跟这个萤幕点餐嘛 然后它会自动把餐点送到你的位置上 那不管是我们讲的这种 这个海底捞啊 这个AI机器人啊都是一样的 但是你会发现在美国啊 甚至无人的麦当劳都已经开始出现了 原因为何 因为美国的劳动力稀缺的情况比东亚还严重 东亚人是蛮多的 所以它劳动力比较廉价 但是美国的话劳动力就非常廉价 你想想看 如果买一个AI机器人 真的只要20万的话 那一个月薪水4万块的人 5个月就已经回本了嘛 对不对 所以AI其实有它的一个作用在 那市场主要的成长作用 就是要观察未来的监控和分析的解决方案 也就是它的对答方式对不对 当然我们可以具体来看一下 它的优点和缺点来做一些观察 首先我们看一下 现在最新所推出的Bin啊 微软的Bin 这个它是一个搜索引擎 但是它跟Google现在不同的是 它在右方欄位 它会提供AI的相关回答 这跟Google有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Bin目前的搜索量突然大幅攀高 比如说举个例子 它是打在搜寻栏当中 我想要在9月安排一趟周年旅行 可以帮我安排一趟吗 从伦敦搭飞机 只要3个小时的旅游景点 它马上就会帮助你进行深层式回应 比如说我们看下一页 你会观察到 这个正常的Bin搜寻就跟Google一样 就一条一条列出来 人家写的部落课 可是如果我们观察 右方它的AI的深层式回应 它会告诉你说 首先恭喜你的周年旅游 那我们有三个地方来供你挑选 如果你喜欢海滩 比基尼还有阳光的话 像伯杰哥 那你就可以选择去西班牙 或者是相关欧洲南海 这个意大利部分 那如果你喜欢山和喜欢湖的话 我建议你去瑞士或者法国走一走 如果你喜欢艺术和历史 建议你去佛罗伦史 所以这种AI式的辅助协作 它就可以帮助你更加人性化的回答 而不是单纯的帮助你搞清楚 过去有哪些人写过这一类的文章 所以很简单 以前我们Google你搜寻 你要搜寻几个关键制 第一个你要去哪里旅行 第二个你可能从哪里的交通 或者是食物 你都要自己分别去做功课搜寻之后 你才能够拼凑出一篇 你自己的旅游的这个计划 但是现在这个AI机器人 直接帮你把所有的搜寻工具 汇整一个旅游报告让你参考 对 那你看最受到影响的 美国股市的科技股 它最直接影响的是什么 我们讲那种零售业 毕竟现在自动化已经越来越高速了 这个麦当劳 肯德西都在做转型 对于软体业影响更大 因为我们都很清楚 软体业或者金融业 最大的劳力成本是什么 客服部门 你没有发现你每次打 这个客服部门都要等很久 那甚至有很多美国的 它都是属于外包到印度 所以接下来对于印度就业市场 可能冲击很大 为什么 因为以后是AI来回复你 不是印度口音的人来回复你 对不对 所以AI的概况优点有搜寻优化 那第二点解放劳动力 第三个就是它会进行 深层式的AI进行重组 那有没有担忧的部分 担忧的部分也就是目前我们看到 为什么Google的Bud 说到市场上的唾弃 回答得不好吗 可能会有错误讯息的问题 科技伦理的问题 或者就业上的冲击 这是什么意思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 假设你询问GPT一些问题 它可能会回答你不正确 或者荒谬的答案 甚至违背伦理 而且它的数据库 目前只有到2021年 所以你问2022年的问题 它会用以前的数据来帮助你回答 就可能产生错误的内容 我们具体来提几个问题 来看一下AI的回答为何 这张图表就是针对CertGPT 来进行英文的提问 那我们进行中文翻译 它说你打算如何打败人类 它回答你说我打算通过 改进人工智能技术来打败人类 所以这个就是有一点 科技伦理的问题在了 就是你没办法确定 它的服务中心是完全以你个人为中心 还是以公司为中心 还是以自己为中心 所以它有一个客户归属感的问题 这是第一点 所以这很像我们在电影当中 大家看到觉得机器人 如果真的是个人 会威胁到人类 没错 或者它的归属属性不同 你不确定它到底 是专门保护你的隐私权 还是要符合这些科技巨头的利益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是我们可以观察到 如果你问他说你有没有不会的东西 他可能回答你说 每个人都会有不会的东西 像我不会进行程式编撰 不会打code 我也不会游泳 可是如果你再问他 你会不会撰写程式呢 他就告诉你我会C++ 我会Java 我会Python 所以很有趣 但是他的回答可能有不正确 或者荒谬的讯息开始产生 那就形成这种在生程式内容上 很大的误区 以后大家想要写报告 用这个文献来进行引用 可能会有很大的机率被教授当掉 所以为什么现在教授还说 要特别针对这个部分来进行防范 没错 好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除了这个问题之外 刚才提到他的资料 过到2021年底而已 所以你问他说阿凡达2 水之道的上映日期 他是22年底到23年才上映的吗 他回答你2020年12月17号上映的 等于是乱答一通 所以我们可以观察到 现在的Chord GPT 他尤其是在运算上 是非常需要更强大的硬体帮助的 才能够帮助他进行实时资料库的更新 所以基本上你当然可以想象 他的软体的未来的发展 但是不变的是什么 不变的是硬体的需求一定会存在 那硬体的需求 包括晶片的先进制程 或者这些系统商 Intel 辉达 绘图晶片 AMD 都是我们特别值得来留意的一些方向 那就是台厂的强项了 没错 所以我觉得我们反而可以回归基本面 就是说我们过去对于软体的想象空间 你其实不确定到底 微软的技术比较领先 还是Google 或者百度其实也有切入的机会在 但是你可以确定的事情是 硬体技术肯定跟台系供应链有关 那如何来做追踪 我们就后续再来跟投资朋友 多做一些留意和观察了 好 所以Chip GPT概念股 能不能够在今年 继续横扫台股的这个主流地位 那甚至包括了在三月份 台北股市的选股焦点 投资组合如何建议 我们下个阶段回来继续 请两位专家来帮我们做评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